二零二十總統大選 藍營目前還沒有決定是會由誰來出現 而但是郭台銘未來四場造勢 最後一場是選在板橋 就被解讀是要來尬場 郭台銘希望外界不要見縫插針 而侯友宜則是認為 只要是為台灣做事都給予肯定 至於綠營方面 賴清德是參與了新竹縣的信賴台灣之友會成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是走訪台南 另外前台南縣長蘇煥志也正式宣布要投入大選 副總統也是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 六號早上受邀回到母校新北萬里國小 參加創校一百一十週年校慶大會 下午則親自參與新竹縣信賴台灣之友會成立大會 他直言國家面臨許多挑戰 最大挑戰就是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 現在我們最大的挑戰就是來自中國武力的威脅 而藍營真出現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參拜桃園歸山威天宮 新北市長侯友宜則到土城三元宮參加媽祖道姓活動 由於郭台銘未來四場造勢活動 最後一場辦在新北板橋被解讀是尬場 兩人是否見面 外界關注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持續走訪台南 先到永康區冰窄室掃街 再到安平開臺天后宮參拜 由於母親節將至 他沿途發送坑乃鑫跟鄉親伯甘情 另外去年曾參選台北市長的前台南縣長蘇煥志 六號上午正式宣布投入總統大選 柯文哲預計五月八號正式登記黨內總統初選 到時也將有記者會進行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